民进党请问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曾经我们说的要保护藻礁你还记得吗 接下来的三阶是否是霸王硬上宫呢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最新消息 珍爱藻礁的公投连数呢已经突破了 今天最新消息应该是64万份了 现在民团跟蓝颖就质疑 那桃园市府你们真的有尽到保护的责任吗 所以郑文灿脸书上就发文 他说藻礁从陌生到逐渐成为话题 时间并不久 的确还有一件事你没说对 就是连数从很小的力量到现在突破了64万份 也是时间并不久 两千字的长文 他说三阶动工了完成后有保育对策 大家真的相信吗 完成之后有保育对策吗 如果真的有的话 桓团他们现在在努力的是什么 不要再讲这些话来骗我们了 现在呢潘中正就说 根本都是以恐吓的角度来谈问题啊 保护藻礁就没有一件落实啊 不要再骗了 现在呢民进党侧议 网军呢开始动起来了 泼脏水茶水表来抹黑抹红啦 谁讲话就抹谁 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 甚至呢如果甚至还说 如果不支持三阶就帮你贴标签了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立委现在痛批又开始出奥部 民进党一贯作风还有别招吗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再次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 用各种的奥部抹黑分化恐吓 我们的政府非常的为难 不知道在保育藻礁跟能源发展中间如何取得平衡 既然政府有困难 那就让人民共同来决定 我们要求蔡英文苏贞昌必须公开宣示 一定尊重公投的结果 所有藻礁公投的团体都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并不反对三阶战 只是你可以盖在其他的地方 不要盖在藻礁的地方 所以很简单 如果到时候三阶站必须停止 难道真的要让我们全台湾人缺电 难道民进党要报复台湾人 报复中南部的民众 让大家用废发电吗 要做人民的环团 不要做民进党的设意 做民进党的环团 不断的又抹黑 人民都在看在眼里 蔡英文只执政了五年 就忘了七千年的这样子的承诺吗 2013年你做个政治承诺 麻烦蔡英文再回想一下 还有我要禁告郑文燦 郑文燦市长 我看到今天的新闻 他已经在带风向了 说桃园的三阶已经开始 已经在施工了 如果你真的是桃园的市长 麻烦你要爱惜桃园的宝贝 就是七千年的藻礁 不要去做只做民进党的市长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 这个是环保与环保的立体 那事发之间 我从来没有听过环保署的署长 有出来讲一句话 所以农委会在现在这个阶段 跟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关系 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相关关系了 那陈吉仲难道是我们 蔡英文总统觉得他是应该担任行政院院长吗 或是副院长吗 以前自然的介绍 我们以后能够担任行政院长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